杜江老师长得特别像拔丝光年 一直都在呼喊着我的名字 你是不是对我对我 有什么意思呢 九八万的时候 我觉得九八万的时候 你们就肯定能够听上新歌了 哈喽猫眼大明星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张哲瀚 八卦粉丝 真要看准 今天我来粉碎的八卦是 不想唱歌的旅游博主不是好运动员 问演员张哲瀚的多重身份 现在是做不了一个好运动员 可能 吃播比较适合我吧 张哲瀚带头纱模仿天竺少女 遭粉丝拒绝退货 已经过了七天不支持退货 有看粉丝给你拼得出吗 这张 这张比较好 这比较有水平啊 异域风情啊 都才像那个天竺少女 八百万福利企图蒙混过关 张哲瀚被粉丝张贴寻人启示讨债 不是说我想蒙混过关了 最近一直都在创作歌曲当中 希望我这个创作的速度能赶上这个粉丝 涨的这个速度 涨一百万我写一首 涨一百万我写一首 这就是福利啊 九百万的时候 我觉得九百万的时候 你们就肯定能够听上新歌了 他们可能比较拼一点吧 我 他们只是烧一天 我是被粉碎了 我是被烧没了 可蒂家老师还有对手气吗 嗯 电影里面 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和他对手气的感受 我一直都在呼喊着我的名字 你是不是对我 对我 有什么意思呢 啊 政治 政治 全场漫 就是这整个电影 就听到他不停地在喊我的名字 叫我干这个 叫我干那个 可蒂家老师这次拍戏 你们发现他有什么小怪癖吗 你们觉不觉得 杜江老师长得特别像八丝光年 我没有 是你说的啊 是 他有个他有个那个 特别喜新的笑心 然后灯塔眼 八丝光年 啊 然后因为你本身这技能长得还挺多嘛 嗯 然后琪琪啊 发伤啊 什么 有没有什么 很想尝试的新的技能 没有尝试 现在啊 现在年纪大了 保密 这种太危险的东西 稍作稍作 稍作 你又会考虑的给自己打吗 我打过 可费劲了 有的时候忘了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 你现在早上起来点个签到 还下班 你下早了吧 你积分领不够 下晚了吧 哦吼 一天过去了 还得领什么捧签卷 什么鬼乱七八糟的 可麻烦了 什么得转发五次 评论五次 点赞五次 然后才给你送分 然后你才可以给他送什么东西 是不是 是不是很了解 很了解 打过 我连续 那时候连续打了一两周 我后来坚持不住了 顶不住了 顶不住了 我的粉丝都比较有秩序 比较淡定 有一次我碰到了别家粉丝 然后呢 可能看到我去了 也是个艺人嘛 就跟着一起追了一下 哎呀 太厉害了 那真是 落魂宣天 点炮起 空气招展 烟担盈盈盈盈 那表白一套一套的 给我的整得不会了 别的粉丝可能都说 啊我爱你 你好帅 啊我真的好喜欢你 那肯定应该不是我粉丝 通常做表白的 应该不是我粉丝 下次我设几个粉丝 你们要记住你们的暗号 以后见到我 你们就把腿扒抬到头上 我就是你们了 好不好 这是我们的花式笔芯挑战 那我们现在就从我们的笔芯行星 本人 仅代表客人立场啊 特别不喜欢笔芯那个动作 就是 哎呀太难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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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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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芯 笔芯 这样的笔芯 像这样子 你咬一下 然后就不 嗯 好好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不起 大家花点时间多用来学习 不要研究这些无聊的东西 好不好